阿什勒损回到了牢房 他去见摄尔 并且告诉摄尔 他并没有射杀摄尔的小狼 一切都是大可汗安排好的 从小他们二人就亲密无间 大可汗不愿意看到他们亲近 于是先派人杀了摄尔的小狼 然后再把那个狼皮做成的箭筒 送给了阿什勒损 这样摄尔必然会十分恨阿什勒损 二人就可以反目成仇 达到大可汗的目的 他准备让摄尔先离开 自己一个人留下 摄尔知道了这一切都只是误会 不愿意让阿什勒损一个人犯险 阿什勒损告诉他 如果草原必须要牺牲一个人 那个人一定不会是摄尔 摄尔没办法改变他的想法 只能作罢 第二天 议程放了大漠各部落的战俘 然后带着摄尔和阿什勒损回了定乡 大漠各部落看到自己的家人被释放 明白了大唐的诚意 纷纷表示愿意与大唐结盟 以休百年之后 大家纷纷煞雪为盟 签下了和平盟约 表示日后会与大唐共进退 共同维护和平盛世 长哥前来见李世民 他从李世民口中知道了阿什勒损独自前往定乡 便想要陪着他一起 李世民和他提起了当年的事 他说本来是想要安排长哥和他母亲一起离开 但长哥母亲觉得是自己背叛了李建成 不愿意自己独自搞活 他请求李世民保佑长哥一辈子平安快乐 然后就拔剑自吻了 李世民阻止不得 只能亲眼看着他离开 李世民一向疼爱长哥 他不愿意让长哥去定乡冒险 他可以让长哥继续做大唐的公主 一辈子平安快乐 长哥知道这一切之后 突然就释怀了 他表示阿什勒损是自己的心爱之人 他不可能让自己心爱之人独自设险 他一定会去定乡 想要陪着阿什勒损一起冒险 这样也不枉此生 临走之前 他把自己的那把宝剑又送给李世民 并且换了一生二叔 听到长哥换他二叔 李世民瞬间泪流满面 他的长哥终于回来了 长哥离开长安之前 又去了母亲临位前 他想要和母亲好好道个别 他在母亲临位前 发现了阿什勒损的求亲信 知道了阿什勒损已经来过了 他告诉母亲 自己现在要去找阿什勒损了 他一定会把阿什勒损平安带回来 到时候再一起来看母亲 临行之前 他敬了母亲三杯酒 希望这一行能够顺顺利利 摄尔偷偷去见大可汗 只看到大可汗已经虚弱的 说不出来话了 他刚一靠近大可汗就怒气满满 不肯见摄尔 摄尔怕刺激到大可汗也不勉强 只好默默的退了出去 他去找了阿什勒损 二人把阿什勒损言欢 摄尔告诉他 自己已经见到了大可汗 这下是真的相信了 一程所做的一切 真的很难接受 阿什勒损刚打算说些什么 一程就带着人前来找阿什勒损 摄尔只好匆匆离开 索性一程并没有发现他 一程此次前来找阿什勒损 是想要他帮草原打仗 阿什勒损不愿意看到战乱发生 所以并没有答应他 一程知道他会拒绝 所以命人戴上了伤痕累累的木巾 阿什勒损看到木巾果然有所松动 他要求一程治好木巾和大可汗 这样自己就可以带兵打仗 一程只答应他 目前会请人治好木巾 至于大可汗 只能等战争胜利之后再说 阿什勒损没有办法 只能答应了他 另一边 咪咪再次被一程所威胁 一程让咪咪见到了布真 姐弟二人抱在了一起 还没好好说几句话 就被人分开 一程时刻提醒咪咪 不要忘记自己的使命 除非他不想要布真活下去 咪咪点点头 觉得十分害怕 他不想做这些伤天害理的事 但他也不能放弃布真 这一切都让人很为难 一程又会有什么坏心思 阿什勒损能够成功吗 点击关注 带你解锁更多精彩剧集